再来看到国家住都中心举办花莲美伦安居社会住宅开工典礼 420户住宅单元预计是在116年完工 是继今年6月中美好市120户设宅开工之后 国家住都中心在花莲所推动的第二个社会住宅 那么典礼是由行政院院长陈建仁职产 联政部次长兼国家住都中心代理董事长花敬群 欢迎县长许真卫以及立法委员傅昆奇 和地方嘉宾一同利临祈求功成胜利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落实居住争议从财政统三年以来就是很重要的政策 从2016年开始新帮20万户社会住宅为目标 其中10万户为政府直接兴建 8万户为包租贷款 预计到明年年底将达到107%的目标 那在花莲地区所规划的新建的地方会有三个地方 那总户数呢会有超过900户的社会住宅 那今年6月我们花莲第一座社会住宅 叫做中美好宅 好市中美好市是在花莲市开工 一共有126户 那现在有第二座的社会住宅 就是美伦安局也开工了 有425户还有托英中心跟公共集会的管手 还有提供乡近最实用的场域跟设备 那未来还有第三座的社会住宅 以及移居花莲人口流动 势必积极展开相关建设 会住在能够在花莲来落地 尤其是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在积安 我想这也是在大花莲都市计划区里面 一个将近33万的乡亲 有20万个乡亲是住在我们的这个花莲积安 所以对于无论是青年朋友 或者是有需求的人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 是一个大的福音 另外对于刚才我们花市长讲的 如果要返乡或者是移居到花莲 我想这也是透过这样的途径 能够让它能够更方便 透过各种方式来落户在花莲 国家督租中心表示 即今年6月中美好市开工之后 美伦安局也动土的两岸结尾 在花莲市入口密集的美伦地区 而且提供551户社会住宅 目前花莲还有简安项的北长安居 正在规划当中 国家诸如此中心持续以兼具品质 以及数量的社会住宅 为花莲经济发展与人才返向 作为最强的后盾 记得见关于黄色伟老 从大家一定会在禁键里的 马莲远村寅 我们下期见关于黄色伟老 我们下期见标准备了